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长相肥胖 还满脸的奸向 紧紧地搂着张倩纤细的腰肢 看到这幕 我满脸的不敢置信 使劲揉了揉眼睛 仔细辨认起来 没错 正是妻子 张倩 她身上的T恤是我托人定制的 可以说是全球独一无二 一时间 我的气血翻滚 快不朝两人走了过去 可是 即便如此 还是没能追上两人 正在我距离两人还有五至六米的时候 张倩和那胖男人坐上一辆黑色商务车 我立即加快脚步 想要将对方拦下 询问清楚 下一秒 黑色商务车启动 驶离了酒店 该死的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烦乱 前段时间 我曾听到很多有关张倩的负面言论 起初我还不信 但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仔细想来 张倩不是这样的人 我努力告诫自己 或许张倩跟那胖子只是朋友关系 显然 这样的说法根本无法站稳脚跟 到底什么样的朋友可以让两人如此 甚至还来到酒店 收回思绪 未搞清楚真相 我给张倩打去了电话 喂 电话很快接通 那边传来张倩的声音 你在哪里 我强忍怒火 语气冰冷地质问道 在家呀 怎么了 张倩的语气明显有些异样 而我清楚地听到 那边有汽车行驶的声音 真的吗 我继续追问 我怎么听着你在路上 其实 在没抓到信心之前 一切都只是猜测 毕竟刚才匆忙 没看太轻 李洋 你没事吧 张倩的语气突然冷了下来 我在看电视 如果没事的话 我就挂了 话音一落 电话被无情地挂断 难道真的是看错了 不行 必须要搞清楚 我当即赶到停车场 驱车赶回家中 记忆中 张倩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始终在安慰自己 刚才肯定是看错了 返回家中 我用颤抖的手敲响了房门 门开了 张倩穿着真思睡裙 表情极为慵懒 但目光中带着一丝愤怒 你到底什么意思 看得出来 张倩很不高兴 我在路上看到人很像你 想着带你回来 我满脸讨好的笑着 赶忙向张倩解释 张倩是个称职的妻子 不但工作能力出众 家里也是照顾得极好 我怎么能怀疑她 经过安抚之后 张倩的态度明显好转 为弥补刚才的过错 我主动要求做饭 这还差不多 张倩得意地回到沙发上看电视 在我的精心准备下 一桌丰盛的饭菜端上了餐桌之上 今天怎么这么轻快 张倩狐疑地看着我 饶有韵味地说道 是不是晚上又想要了 不怪张倩疑惑 我平时工作繁忙 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里 若不是张倩 家中肯定一团乱麻 嘿嘿 张倩的话 让我顿时来了兴致 赶忙说道 可不是嘛 好陪你 最近工作太忙 都没顾上陪你 今晚一定好事实正是如此 最近为了追赶项目 我每天都很晚回家 甚至但今天不同 在家中工作到深夜 项目已经完成 时间也尚早 突然之间 我的心中竟有了报复性的想法 必须要好好释放 紧接着 我坏笑着朝张倩接近我来立架了 张倩见状 立马阻止了我 你的立架 不是每月20号来吗 我满脸疑惑地看着张倩 今天才刚7号啊 家里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张倩来管的 但每次立架 他都疼得死去活来 在此期间 我尽量提早下班 负责所有事情 不让他碰凉水 对于这个时间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最近不太舒服 有些紊乱 张倩满脸歉意地看着我 等我好了 保证好好陪你 此话一落 我的心中倍感愧疚 妻子生病 我竟然浑然不知 严重吗 我关切地询问道 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此刻的我 心中只有愧疚与感动 不 不用了 张倩的脸上滑过一丝慌乱 好不容易周末了 你好好休息就行 我休息几天就好了 吃过饭后 我让张倩去休息 还主动承担了洗碗的工作 半小时后 终于收拾完成 随即 我来到洗手间 准备冲个热水澡放松一下 而正在这时 我下意识地将T恤拿起查看 烟味 她的衣服之上竟然有淡淡的烟草香味 什么情况 我从来都不吸烟的 一时间 我明白了过来 张倩真的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她的历价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 看样子 她是害怕漏陷 所以才会拒绝我的 但我实在想不通 平时温柔贤惠的张倩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 她被弃的理由又是什么 我在一家外企做销售总监 年收入在百万以上 生活虽不算富裕 但也算得上是小康 更重要的是 那胖子看上去又肥又有 她真的喜欢吗 我记得啊 在结婚之后 我曾要求张倩辞职 在家做全职太太 但却遭到了她的拒绝 她给出的理由是不想脱离社会 我并没有强迫张倩 给了她足够的自由 摊牌 找她说清楚 及时止损 但想到两人在酒店 还拒不认账的态度 我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没有充分的证据 她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第二天 我悄悄购买了可联网的监听设备 和监视设备 返回家中后 趁着张倩不注意 我将奸 拼设备装进了她的包里 整个上午相安无事 我知道 要给她机会 才会露出马脚 下午的时候 我借口帮朋友修电脑 离开了家中 其实 我只是想给她创造机会 离开家后 我在附近公园溜达 顺便监听这妻子的举动 终于 半小时后 监听器中传来妻子的声音 她在打电话 竟然肆无忌惮地开启了免提 昨天差点就被发现了 太玄了 下次我们还是到原点的地方吧 张倩女气暧昧地抱怨着 呵呵 好啊 电话那边传来油腻男人的声音 不过要是能在你家 那就更好了 真是太不要脸了 我他妈真想砍死这不要脸的家伙 讨厌 张倩打声打气地说道 刘总 我升主管的事 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啊 两人的对话 信息量很大 对方是张倩公司的上级 姓刘 刘志峰 那肥胖油腻的样子 除了刘志峰 还会有谁 我牙关紧咬 继续监听着 快了 最晚下个月 刘志峰向张倩保证到 接下来 两人又说了一些恶心的话 便挂断了电话 张倩竟然为了晋升主管 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但我家的经济条件 并不差钱啊 张倩背弃我的理由 真的有些难以置信 张志峰 我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 我定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整理好思绪 我便返回了家中 期间我不动声色 与平时无异 只有这样 我才能搜集到证据 定要让这两人付出代价 可后来的一周 张倩非常安分 甚至周末的晚上 她主动陪我 张倩的转变 让我以为她打算回归家庭 但我还是轻轻推开了她 表示有些累了 没有精力 其实 我是个有洁癖的人 别人用过的东西 我是绝对不会继续使用的 可张倩接下来的反应 却是让我明白过来 我错了 张倩并没有感到失落 而是转身去看手机 期间还时不时发出嬉笑的声音 我那颗炙热的心 瞬间量到了谷底 辗转反侧 终于天亮了 洗漱之后 我如往常一般 坐在餐桌前等待 第一 餐桌上的手机 突然收到一条消息 我朝厨房看了看 确定张倩不会出来 便悄悄拿起了手机 七天酒店 805号房 下午两点 不见不散 这特么 刘志峰竟然又约张倩开房 怎么办 去桌间 但最终拿不到实质性的证据 经过仔细思考 我决定搜集证据 给两人致命一击 打定主意 我翻开历史消息 准备继续查看 可正在这时 厨房门开了 我急忙将信息标为未读 放回了原位 饭后 张倩拿起手机 随后微微笑 便去上班了 我当即向公司请假 拿着监控设备 直接赶往七天大酒店 庆幸的是 刘志峰约张倩时 还没定好房间 我开好房间 用最快的速度 将监控摄像头 装在房间隐蔽处 镜头正对双人大床 不到十分钟 我便来到前台退房 客服向我确认了三遍 才帮我办理好手续 正在我转身离开之时 前台的电话响了 隐约中我听到 这是订房电话 而锁定的房间 正是805号 太及时了 如果再慢一步 计划可能就泡汤了 离开酒店 我返回家中 艰难地等待着时间 待证据确凿 定要让张倩净身出户 下午两点 我准时打开手机 死死盯着视频画面 你终于来了 人家想死你了 两点刚过一点 视频中便传来张倩的声音 该死 我强忍怒火 继续看着手机 我也想你 刘志峰得意地笑了笑 我刚赶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见你 快让我播一个 镜头中 我看不到两人 只能听到对话 因为镜头对准的是 双人大床 随后 刘志峰和张倩便出现在 房间之中 视频中 张倩的穿着 即便我隔着手机屏幕 我都有些心动了 快让我看看 刘志峰有些迫不及待 目光中充满了贪婪 话音一落 张倩便凑了过来 太惊讶了 我竟然不知道 张倩还买过这些服饰 我死死盯着视频 牙齿咬得哥哥作响 视频中的张倩 彻底刷新了我对她的人知 我强忍怒意 将视频保存下来 接下来 轮到我来出气了 你们两个 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整个下午 我过得浑浑噩噩 而张倩和刘志峰 不知又去了哪里潇洒 直到晚上 张倩才返回家中 而她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直接钻进厨房忙碌 看着张倩那贤惠的样子 我的心又软了 李洋 你在家呀 张倩端菜的时候 注意到了我 她的脸上挂满疑惑 正常来说 这个时间 我还在回家的路上 下午不舒服 我请假回来了 我随便编了个理由 曾经的张倩 让我十分满意 也许 她有不得已的苦衷呢 我努力说服自己 试图原谅张倩 快吃饭吧 张倩淡淡一笑 便返回了厨房 饭后 张倩坐在沙发上看手机 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委婉地询问 张倩 你还爱我吗 虽然她背弃了我 但我还是想给她一次机会 老公 你今天怎么了 张倩疑惑地凑了上来 摸了摸我的额头 我当然爱你了 不爱你 难道爱别人吗 她的表现正常 还想继续隐瞒 看着她虚伪的样子 我的心在滴血 摊牌吧 你下午去酒店的事 我都知道了 我面色严肃地盯着张倩 你对不起我的时候 难道就没想到我吗 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我 如果她承认错误 保证不和刘志峰来往 或许我会真的原谅她 李扬 张倩的声音提高了不少 你调查我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离婚吧 按照婚姻法 财产分我一半 原形毕露 她终于不再隐瞒 甚至只关心财产 我特么差点吐血 婚姻法还有规定 婚内背弃对方 净身出毛钱 都不会给她 呼 既然她在乎的只有钱 那我也不在乎面子 一呵呵 张倩冷笑一声 结婚三年 你都没让我怀上孩子 难道不是你的问题 而我这样做 或许都是为了帮你呢 这盆脏水泼的 真是猝不及防啊 明明是她不想要孩子 每次都让我做防护 我对她的爱 竟然成了她 嚣张的资本 结婚三年 我怎么就没发现 张倩是这样的女人 面对张倩 我哑口无言 就你长大德行 能娶到我 绝对是你祖上积德了 怎么还不知道珍惜 张倩越骂越起劲 如果你想好好过 就不要胡乱逼逼 不然的话 那就离婚好了 我擦 即便我长得再差 也比又胖又秃顶的刘志峰 强了百倍千倍 这特么什么眼神啊 最终 谈判不欢而散 张倩理直气壮地搬去小卧室 好像说我做错了蛋舌 到时候 我这光脚的 就不怕她穿鞋的了 第二天 张倩心情不好 没有早餐吃 在路边吃过早点 我便驱车赶往城郊的表弟家 是的 我要将财产全部转移 接下来的三天 我名下的所有存款 以及车子房子 全部到了表弟名下 而这期间 张倩非但不思悔改 反倒变本加厉 甚至已经夜不归宿了 当然了 这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晚饭之时 表弟关切地询问 表哥 你打算怎么办 先离婚再说吧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别被坑得太惨 我已经很知足了 其实 我是真的有些累了 你为什么不去找刘胖子的老婆 表弟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她也是受害者 我觉得 你们应该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张倩和刘胖子 有道理 原本 我只想着将视频公布 让他们没脸见人 表弟的话 彻底点醒了我 张倩先对我不仁 不能怪我对她不义 我拿张倩没办法 但同是女人的刘志峰老婆 肯定有办法 说干就干 送走表弟后 我立马调查刘志峰的家 刘志峰的老婆叫王翠翠 是个奇丑无比的胖妞 与张倩的长相 差着十万八千里 这也难怪刘志峰会背弃她了 见到王翠翠 我并没有讨厌 反倒有些同情 你是谁 王翠翠疑惑的看着我 刘志峰是你老公对吧 我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反问道 是 王翠翠满脸敌意的看着我 你到底有什么事 看得出来 王翠翠似乎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你老公背弃了你 你知道吗 我耐着性子 直接进入了正题 死话一落 王翠翠狠狠瞪着我 怒喝道 你胡说 我老公很爱我的 怎么可能会背弃我 这样的情况 我早就料到了 呵呵 我冷笑一声 将手机上的视频打开 给王翠翠看 你是谁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王翠翠满脸震惊 警惕地看着我 我是视频中女人的丈夫 我直接亮明身份 我来的目的是帮你挽回丈夫 也算是帮我自己 事实正是如此 我是来帮王翠翠挽回刘志峰的 但我却不准备原谅张倩 而是打算让她两头空 这王翠翠犹豫片刻 猛地拉住我的胳膊 兴奋地说道 他们能对不起我们 那我们也可以 不如我们以牙还牙 恶心 反胃 我赶忙挣脱 语气坚定地告诉王翠翠 我很爱我老婆 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 相信你也很爱你的丈夫 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我们就合作对外 我不动声色地拍了王翠翠的马屁 化解了这场危机 那是当然 王翠翠自豪地说道 我非常爱得的老公 绝对不允许她爱上别人 我答应你了 明天我就去公司收拾你老婆 可能是觉得话说的不合适 王翠翠用询问的态度问我 你不介意吧 真是好笑 不介意 我想都没想 当即脱口而出 张倩这婊子 我讨厌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介意别人收拾她 第二天 王翠翠如约到张倩单位去闹 我则悄悄赶去 躲在暗中看着好戏 张倩 你这个狐狸精 赶紧给我滚出来 王翠翠对公司地形非常熟悉 直接冲到张倩的办公室 你是谁 张倩满脸疑惑地看着王翠翠 这里是办公区 请你离开 说着 张倩用力推嗓着王翠翠 仗得满脸通红 可推了好半天 王翠翠 王翠翠 竟然丝毫未动 你到底 张倩怒了 正要发作 可话还没说完 王翠翠就一巴掌甩在张倩脸上 你个贱货 敢勾引我老公 我打死你 王翠翠口中怒骂着 两只手不停殴打着张倩 周围的同事 都是远远观看 不敢上前 站在远处观看的我 不免有些心疼 但做错事 必须要受到惩罚 很快 张倩被打倒在地 失去了反抗能力 但王翠翠仍不解气 搬起凳子 就朝张倩头上砸去 若是真的砸下去 张倩极有可能命丧于此 我的心猛然一揪 立马冲了上去 张倩固然可恶 但罪不至死 助手 正在这时 刘志峰先我一步 挡在王翠翠面前 王翠翠 你闹够了没有 这里是公司 要闹回家去闹 原本 我以为刘志峰 会做缩头乌龟 看到他出面 我便再次隐藏起来 刘志峰 你竟然背着我 和这狐狸精乱搞 王翠翠怒指刘志峰 咬牙切齿地说道 今天你必须在我和这狐狸精中间挑一个 不然我立马将这件事告诉我吧 他爸 王翠翠到底是什么人 翠翠 这都是误会 刘志峰见状 立马软了下来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你知道的 我最喜欢的是你呀 我差点没吐出来 王翠翠那尊容 就是头猪 都比他强 搞了半天 刘志峰是吃软饭的 张倩文言 满脸不甘地看着刘志峰 刘志峰 你答应要娶我的 你 此刻的张倩 心中无比愤怒 他完全没有想到 李志峰是个软骨头 你什么你 如果不是你勾引我 翠翠怎么会不高兴 你现在被开除了 张倩的话没说完 就被刘志峰怒对回来 甚至丝毫不留情面 都说最毒负人心 依我看 渣男很新起来 比蝎子还毒 翠翠别生气了 刘志峰满脸讨好的笑着 扶着体型宽大的王翠翠进了办公室 在场的同事纷纷响声议论 真没看出来 张倩竟然是这样的人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真是不要脸 我最讨厌的就是小三啊 恬不知耻 张倩满脸失落地返回了办公室 这绝对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但却是她应有的结果 我则趁乱离开 回家之前 我去市场买了菜 维持了三年的婚姻 竟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离婚之前 我打算再做一次好男人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忙碌 一桌丰盛的饭菜 被我端上了餐桌 晚上六点 张倩拖着疲惫的身体 返回家中 老婆 你回来了 我热情地迎了上来 接过她手中的胯包 快吃饭吧 面前的张倩 披头散发 鼻青脸肿 若是放在曾经 我定会心疼得要死 而此时此刻 我却心无波澜 老公 张倩看了看满桌的饭菜 立马哽咽起来 我对不起你 都是我不好 求求你原谅我吧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迟来的道歉 还有用吗 如果不是刘志峰的抛弃 他真的会向我认错吗 吃饭吧 我没有回答 而是拉着他来到餐桌前 看着香喷喷的饭菜 我没有任何食欲 张倩也没动筷子 沉默了许久 我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递到她的面前 签字吧 签字之后 你就自由了 张倩一愣 冷冷地说道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她肯向我认错 定是不想离婚 但是已至此 这婚必须离 签字吧 我点了点头 轻声催促道 好 张倩满脸的冷笑 脸上挂起狠利的表情 既然你非要离婚 那就分我一半财产吧 不然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签字的 钱 在她眼中 始终是钱最重要 若是她苦苦哀求 或许我会可怜她 但她这样的态度 不值得我去联系 呵呵 我满脸狐疑地看着张倩 什么财产 结婚三年 你不知道我是个穷光蛋吗 就连这房子都是别人的 明天我也会搬走的 如果你觉得我有钱不给你 可以到法院起诉我 话音一落 张倩满脸痛苦 瘫软在了地上 老公 我想跟你谈谈 清晨 我们的婚姻 从张倩初次对不起 就已经结束了 能不离婚吗 张倩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只要你不跟我离婚 让我做什么都行 也许 她是真的醒悟了 但我的心已经死了 你这样苦苦纠缠 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耐烦地说道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 离婚对我们都好 你准备一下 待会我们就去民政局 并不是我绝情 而是女人背弃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与其终日担忧 不如快刀斩乱麻 老公 我闺蜜一直喜欢你 她还是个女孩呢 只要你不和我离婚 我愿意把她介绍给你 张倩情绪激动地看着我 到时我们两个伺候你 求求你别赶我走 我擦 这什么情况 张倩的闺蜜 长得比张倩还要美上几分 当初追张倩的时候 我怎么没发现她闺蜜喜欢我 两女共是一夫 这特么太有吸引力了 但我李扬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张倩 不管你说什么 今天都必须离婚 我当即选择拒绝 短时间内 我不准备开始新的感情 无奈之下 张倩跟我到民政局 办理了离婚手续 分别之时 我给了张倩五十万 让她以后好好生活 毕竟夫妻一场 我又怎会忍心 看她流落街头 返回家中 我越想越气 我和张倩离婚了 而罪魁祸首刘志峰 却还过着幸福的生活 不行 绝对不能让她继续逍遥自在 联想起昨天的事情 我得知了很多重要信息 刘志峰是王家的上门女婿 是吃软饭的渣男 按照这些信息 我在网上查到了 王翠翠父亲的邮箱地址 该死的刘志峰 我盯着电脑屏幕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的报应就要来了 随后 我将刘志峰 与张倩的激情视频 发到了王翠翠父亲的电子邮箱 没有张倩的日子 总是感觉空落落的 我只能疯狂地工作 掩盖我心中的伤痛 几天之后 我听说刘志峰被扫地出门 不但丢了工作 还和那巨胖的王翠翠离了婚 解气 实在太解气了 这样的渣男 没送他进监狱改造 都算对他仁慈了 经过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习惯了 没有张倩的生活 而我的事业 也有了上升的趋势 这天 我正在批改文件 王翠翠突然找到了我 你 有事吗 我猛地一愣 满脸的疑惑 正常来说 我们只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而双方都已经达到了目的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瓜葛 李扬 我找你有重要的事情 王翠翠满脸兴奋地看着我 那一脸的横肉 看我的心间都在颤抖 什么事 王翠翠的话 让我更加疑惑 你娶我吧 王翠翠嘟着打脸 语气极为兴奋 我此时此刻 满脑子的草泥马飘过 我就是终身不娶 也绝不可能接受眼前的王翠翠 我暂时不想结婚 虽然讨厌王翠翠 但打人不打脸 我并没有挑明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王翠翠倒挺有自知之明 继续说道 只要你娶我 我爸就会鼎力相助 到时 你至少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有钱人就是好 不管是任何东西 甚至是爱情 都可以用钱来买 但我李扬 却根本不吃这一套 王小姐 我和你根本就不可能 我当即下了逐客令 你还是请回吧 依我看 但凡是个有骨气的男人 都会拒绝王翠翠 也只有刘志峰 才愿意娶她了 你 王翠翠气急败坏地指着我 李扬 你早晚会改变主意的 丢下这句狠话 王翠翠便转身离开 接下来 我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之中 工作的繁忙 让我疲惫不已 半个月后 我正在工作 邮箱收到总公司的文件 竟然是集团发来的任务 打开文件后 我惊呆了 总公司要求我一周内 拿下与惠农集团的合作 不然就让我主动离职 这特么是奋死命令 惠农 惠农 这家惠农集团 不正是王翠翠家的公司吗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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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